十五,《蘋果日報》,《校友發聲》 2015年7月26日要問A.02黃永平 理由極荒謬黃永平說,從他在學的年代開始 政府與大學的角色有清楚區分 大學學術、課程制定及內部管理完全自主 政府則透過大學教育支助委員會提供撥款 絕不會干預大學自主 但他指近年政府對大學多了不必要的關注 委任一個副校長不是好大猴 那小猴竟然搞個這麼大風波 理由荒謬絕輪到等一個未出現謀H 陳適之選院校自主陳適之指陳文敏事件絕對影響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及院校自主 院校校委會應通過由校長出任主席的物色委員會所提交建議 陳適之指,如果一名教授因政治立場及取向 影響其任命,是有為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 情況不能接受 他逐問,為何要拖延這麼久? 隨即F 至干預,我都想不到其他理由 潘小濤,感覺好收家 潘小濤只身為校友感覺事件好收家 等埋首席副校長,給我感覺你 校委,不是承擔緊責任,因為,連基本程序都不尊重 他指大學政治化,以諸多政治考量去拖延任命 非常不恰當 他認為大學寶貴之處,是不應受社會不必要的壓力及風血 A 現在因某些人的政治小動作 令具江湖地位的大學,無法任命合適人選 對院校自主有很大傷害 我告訴你,現時禁止對院的無法發行 學姻,理想學生,零能不能接受 謝謝同學的家, μέ到有序魅力的炭